社区营造 城乡发展 城市行销 交通规划 社会公平 民主参与 公共的事 您我的事 欢迎收听 公事好好说 公司 厚厚共 公司 呵呵共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 公事好好说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 彭衍文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县市大选过后的性别观察 题目有点像 有点学术 但其实就是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这个选举刚结束 还不到一个月 那大家通常关注的比较是政党的板块移动 哪一个党现在变得席次比较多 哪一个党可能有危机等等 但是从妇女团体的角度 或从性别的角度 我们关心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其实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不管哪一个层级的女性参政 其实又写下了新高的记录 包括说我们有现在有九位女性县市长 那当然现在嘉义马上又要投票 所以也有女性的参选人嘛 所以这个是不是九位 也已经九位就已经是一个快要一半了 算是一个新高 那同时呢 事实上这个在县市议员的层次 我们也看到这个已经有这个差不多 我这边有具体的数字 有33%的县市议员 然后呢这个即便是最基层的村里长 在上一届只有16%的女性村里长 但在这一届呢也提高到19% 也快要到20%了 所以整体来说 女性参政确实有蛮大的一个进展 那我们也一直都维持着亚洲第一 然后全世界也都是很领先的一个表现 但是在这些这个量化数字的表现之外 是不是还有更多值得讨论的性别现象 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其实是出现蛮多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三位来宾 都非常有代表性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 首先呢是我们高雄医学大学 性别研究所的退休教授 陈令芳教授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陈令芳 好的 然后接着呢 是我们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召集人 江敏荣召集人 大家好 我是敏荣 那大家好 好 待会再请你简单介绍一下 虽然我想应该多数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小欧盟 然后另外我们今天也同步连线 在台北的妇女新知基金会的董事长 江珍瑩董事长 好 英文好 先生的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两位来宾大家好 好 那珍瑩本身她也是这个中央大学的教授 那她其实也是长期研究女性参政的这个主题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延续我刚刚谈到的这几个数字的攀的新高嘛 我是不是来先问问看另一方 你觉得这次的这个新高 是不是又表现了我们性别平权的进展呢 可以在某个意义上说的确是展现了台湾的女性已经跟早年 我们在要求有好像候选人需要有女性的那个比例 那个时代改变了很多进步了很多 现在的那个市议员中间还是有那个法律规定嘛 就是说每四个如果说四个候选人中间没有女性的话就有个保障名额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延续了之前我们妇女运动一直在争取的一个 好像说让女性可以在政治的那个台面上浮现出来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也注意到了很多女性其实她也是代表家族的利益 譬如说甚至有一些人当然也先不管他们的政治立场或怎么样 他们应该可能有一些市议员呢 他是早年譬如说帮某一位市议员或者什么做助理 然后等到市议员离开了或者是老了退休了 他就来取代就是那种女性的会多一点出头 那有些家族的关系也会使得很多人 譬如说我们高雄这一代 这次那个许昆源的女儿就高票当选 因为他在罢韩那个时候 他的爸爸就跳楼自杀 那那种原因会造成的那个 好像当年许昆源所有支持他的人 全部都把票都集中在他身上 展现他们对他爸爸的支持 所以这些东西都说明了不管很高兴说有女性出头 但是别忘了选举这个东西不是只是一个女性的问题 其实跟他背后的那个家族政治或政治势力都有关系 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要重新的去思考这个保障名额的问题 因为这个保障名额其实是已经达到了它的一个程度的效果了 而且讲真话这回据我观察 好像并没有真正因为这个保障名额 而让某一些原来是男性的换下来换成女性 今年的女性 其实很多大部分都没有 对我知道很多年前 2018年的话就有这个事情 在新竹新竹那个 新竹县 新竹有一个有个县议员还是什么 选举的时候是因为那边的女生不够 所以就把一个原来选进去的人拉下来换成一个女性 是有不是没有 只是这个现在这个就是说 推出来的人越来越多的女性 所以那个保障名额的效果好像效应越来越小 所以是的确有很大的改变 好那所以其实另方刚刚也已经提到说 我们现在可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当选 所以也许已经看了现在就不是女性了 而是什么样的女性当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刚刚你也提到保障名额 这个也许我们稍后也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这个制度还有没有继续的这个价值 那这个小欧盟这边呢 米容这边怎么看这次的选举女性的这个大幅的提高 对我想刚刚复印那个令方老师刚刚提到的 我觉得我们不能只有看数字 就是数字的表面是提升了 但是重点是那个数字背后 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整体就是这些女性当选这个整个社会 我们在讨论这些整个女性参政的氛围 还有一个是在政策推动面 就是说这么多的女性 我想那个妇女新知在在参选的前面 11月的时候也有开了一个这样子的集成会 就是说不要把那个女力这件参政这件事 变得是一个行销的口号 就是我们看到蛮多就是还是比较像是一个政党 他为了要插旗子 他为了要占满那个女性的名额 所以他他派了人在那个区域做参选 但你实际看他在推动 比如说跟妇幼相关的政策 或是他在多元性别政策的表现 其实是少的 这是必须要实际 这个我们直接看政策就可以知道 那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讨论氛围 在今年就是 今年还是有非常多 那个正妹里长图鉴 从北到南排了十位正妹里长 然后大家聚焦在 有很多正妹议员 对正妹议员 然后在讨论 大家也会 其实打开新闻都是嘛 我们只要打开新闻 网路上看到在流传的 大部分很少focus在女性的参政者 她的政策表现上面 大部分都还是在她的多漂亮 然后外观上面 对那对政策讨论是少的 可是事实上我们这些事情是不太会发生在 男性的政治人物上面 那甚至像小欧盟 小欧盟是 刚刚很谢谢 那个野文老师 对我们多讲一下 我们大概是全台湾第一个 就是有女性组成的政党 然后也是一群草根女性 我们就是一群在家带小孩的全职妈妈 那因为带小孩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其实带小孩有很多跟结构有关的问题 所以我们参与了非常多的公共事务 那我们也发现说 政策上面不足 所以我们自己出来参选 那我们自己在跑参选的时候 也会觉得很震撼 就是说2018我也参与了 高雄的地方市议员选举 然后我们也都有耳闻 就是说 就是有这个性别不平等 这样女性参政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们真心 真正在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天哪有十个选民啊 我们在跟他说 你好我是几号候选人的时候 大家第一句话都不是在 好奇你的政策 好奇 就是当然有点 觉得有点新鲜没看过 常常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的老公啊 可以让你出来选 你的婆婆 就是半数以上的 特别是长辈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大家对于这个 在包含我们在跑的时候 可能就是 有时候小孩就带着在旁边 有时候就是被拉头发或抱着 对那可能外形并不是那么的亮丽 或者是亮眼这样子 对那你就会发现到 那个大家对你眼神的 专业的质疑 对那或者是很少会问你 所以为什么你要出来参选 对那所以在里面 我们也看到就是整个 整体台湾对于这个 我们原本的性别狂教 我想还是有一条路 当然是乐见非常多的女性 出来参选这件事 但是在今年的 我觉得在媒体报导上面 我认为那个离性别平权这件事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对那我想说的确差别很大 因为大家都很少人来看你的证件 对不对 这一次的选举让我特别的 不喜欢或很难过的原因是 大家都在吵一些 某些人物的东西 我要说不得不说 因为不要说 我是那个台湾激进党的党员 对 那我们那时候就会注意到 当我们要来谈证件的时候 包括没有媒体关心谈证件这个事情 没有报导 任何没有任何人报导 他们都是采个人 譬如说你一定要有个特别的个人 什么事情 背景 经历 外表 那个背景经历 还不那个 除了是外表之外呢 女性是外表 那么男性的话 他就是要抓你一些东西 但是男性今年打仗的 几乎都是什么论文啊 什么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你突然会发现 谈这个东西 有跟他做证件有关吗 对不对 甚至很多已经 就是已经是市议员的人 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他也打不太出来 他的证件在做什么 那就都变成只是去握手啊 去那个鞠躬啊 然后就跟大家说什么温暖 其实我就在感觉到 就算是连市议员的讨论 都证件都非常少 那更不要说市长 因为大家都被市长的那个 炒的东西炒昏了 所以我觉得今年这次选举 让我非常的失望 是没有讨论政策的空间 这个其实我倒觉得 我是在看可能也不是今年而已 我们选举文化一向都如此 很多时候就是 流于广告行销 对没错 就是一些很浅别的这种点 就会可以吵不停 然后真正跟选举最有关的政界 好像相对被忽略 那我先cue我们的这个江董市长 在线上 曾盈应应该也对于这次选举的 女性的这个数字的提升 有一些想法嘛 曾盈来分享一下 对刚刚听了两位的一个回应 其实真的也是 我对这次选举的一个观察 真的是非常多层次啊 就他不同有提到 我们比例有提高 然后还有富保名额的事情 还有正面选举的一个事情 那我首先先回应说 女性的那个比例 就是说 如果以我们要来观察 整体女性参政的这个面向的话 其实今年选举 今年的九合一选举 在我们的几个项目里面 包括选举项目 包括这家市长 地方县市长 或者是乡村市长 名义代表等等 这一些还有村里长 如果我们从一个很性别平权的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还是蛮令人值得高兴的 因为这九个几乎都跟以往的选举比起来 其实是比例全部提升 那以那个县市首长来说 其实2018年的县市首长是七位当选 那时候全国22个县市 有七位县市首长当选 那那大概是突破三成左右 当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新高 那今年那个 昨天前天才刚选完嘉义市 刚完成投票的 那我们总共有十位 以22个县市来赚的话 我们这一次十位 这样子的比例是大概45% 其实已经接近一半 虽然我们还没有产生一个 那个台北市长 唯一是说首都或者是像高雄或六都里面的 女性市长其实比例是比较低的 那但是总体来看的话 45%其实是一个 又比以往更进步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那刚刚也有提到是 村里长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增加的比例 那村里长这部分跟台湾其他的选举 比起来一直有明显的差距 那台湾的选举其实蛮吉特 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在 立委这个层次或国会选举 这个层次 越高选举的层次 我们的女性的那个当选的比例是越高的 那越基层的台湾的这个比例是越低的 那这其实是有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现象 当然也跟我们的富宝名额的一个 时事和时间很长有关系 所以这个待会如果我们要讨论富宝名额的时候 我们再来更细致的来谈 但总的来说我会对这次选举还是 如果先就女性的比例这个层面来谈的话 就是还是给予一个高兴肯定 那当然希望不只是县市首长 还有那个议员嘛 议员到百分之三十几了 那如果我们拆开个别县市来看的话 有一些六都有一些 那个女性议员其实已经到达百分之四十 那越传统的县市的那个议员的比例 就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指日可待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值得高兴的 那当然很细部的部分 我们待会就可以足以来谈 说不同层面 有不同层面的一个光怀跟疑虑 或者是比较失望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对对 其实刚刚其实我们两位在场的来宾 也已经谈到失望的地方了 就是现在其实每一个层级的女性的提升 大概也可以反映 因为台湾的性别平权一直在进步嘛 所以也在我们的预期当中 但是选举文化这个部分 好像它的这个进步就很有限 甚至我们觉得还是甚至有些 这个越来越严重 像刚刚提到说 今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也参与观察了一些 女性的那个里长的这个参选 就看到这个 为什么媒体上一直在吵的 就是什么正妹里长的新闻 也不只媒体啦 几乎我们的社群媒体啊 一般的舆论也都很关心这个焦点 那当然这个又可以分两部分来说 一个是说有一些参选人本身 他也这样的自我行销 就是说 当然他不会说自己说自己正妹 但是我想他花了很多的力气在 以一个正妹的形象在行销 那另一个就是说 那选民也都是只关心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焦点 所以如果说以这个 这个这样的两个面向来谈 珍妮你这边是不是也先来分析一下你的看法 对 这边选举的部分就是跟男性的参选人来相较起来 女性好像很容易被媒体报道出来的一个样子 或者是被彼此或选人来看待那个样子 也反映出来整个社会怎么看这个女性 比如说卢秀燕被提妈妈市长 然后其他的议员就是正妹的这个形象 就反映出来是我们社会看女性 要不就是一个照顾者 然后要不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美丽的 或外表需要靠外表来多吸引人目光的 那像刚刚那个张敏隆也有提到说 参选时被问到 你那个有没有先生的同意 那你的家庭怎么办 这个我之前在访问桃园这边的 欧巴桑的参选人也一样都问到 不只是欧巴桑这边参选人 是不管是什么政党 但是只要女性出来参选 就会被拷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家人的同意 先生同不同意 那你的小孩谁来顾 那如果还没有结婚 就又一份赞参说 这样子你走政治大概就结不了婚 就是对男性来说 那个社会看男性几乎就是一个毫无负担的 他可以完全充斥他的事业 但是对女性的那个看法就是 他后面必须承载跟捆绑非常多的事情 那美女跟外表的这个部分 就是刚刚如言文所说 他没有 不只是只有在选举的部分 但是不同议题的或不同场域的那个行动者 男性跟女性 几乎我们都全面的在往那个方向去 就是着重外表的 那以外表为吸睛的 那比较可惜就是说 媒体的那个选举政治事务的这个面向 也大量的采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那其实这真的是没有讨论这件事 是令人比较可惜的一个部分 我记得那时候我前几年访谈 访问桃园这边的欧巴桑的参选人 他就说他其实很认真的提了各个不同的面向 提了一个证件 那也在接口跟那个过路的路人说明 然后也就不断的说 在各个公共场合都说 然后也去握手 可是他说到的 他说到的一个回馈 他说其实如果是有跟他亲近的选民的话 其实是能理解他的证件的那个深度 可是因为 欧巴桑这边的参选人的那个媒体的曝光度 我们一直是很有限 没有办法像电视这样子大量的曝光 就电视还是掌握了大量的曝光的这个效应 所以就是很多的其他的选民 其实无法真正认识到这一位候选人 那反而其他可能已经是现任的候选人 就少少的提 那只要表现一个服务的热忱 就比较容易当选 那这其实也蛮符合 选举人就一直在分析的 就是说现任的参选者 其实他只要是现任 不管是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 他都有一个现任的优势 就是很容易把那个光环 选民很容易把光环持续留在他身上 就觉得他过去几年没有犯错 他过去几年有服务到大家 好啊那我们就继续来投他 所以就是如果要用外表来 作为亲近选民的一个方式跟管道的话 当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方式 但是这个方式是不是有效 或者说他会不会再度去让女性更定位 在某种的一条路上 像这次应该是嘉义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对对对对 那好像其实他有一些 他提出来一些证件是蛮打动人心 我看PVT上面的一个反应 确实他有一些应该是在动物上的一个证件 是让人触动到心的 也就是说他似乎这个方法是在交错的使用 那这个方法交错使用有效没有效是一回事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很可能会让女性再往那个形象去 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对所以就是曾莹提到 也许在对于现任的人来说 他可能有一些政绩可以支持他的连任 但对一些新人来说 他变成他只好用 可能有一些女性 他就先得要用这个大家所关注的 容易被炒作 容易获得能见度跟知名度的这个外貌 来作为他这个吸引大家注意的第一步 所以刚刚提到像这种 像那个田圣洁就是一个例子 那可是相对的其实 他的缺点就是说 他也一直在 其实又是在一个复制 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外表 或我不想靠外表的 就相对就上不了台面 就相对被弱势 所以他其实是复制了一个 就是说他利用了 但是他也一直延续着一个 我们觉得不是很好的政治文化 那这点其实小欧盟 你们在这个光你们在 当初叫你们自己欧巴桑 我想应该就某个程度 想要去翻转这种正妹 这样的一种炒作 因为你们虽然都是女性 但是很可能不喜欢这样子的形象 但你们又怎么样看这样子 就是说正妹的这样的炒作形象呢 就是我们自己把名字取作小名参政 然后欧巴桑联盟 就是想要打破这两件事情 小名参政就是有钱有权的人 然后广告下的多的 他当然就是曝光的多 因为有时候选民如果 就是有时候投他就是用印象投 常看到他的名字 常看到他所以就投了 欧巴桑是想要打破 就是那个性别的反转的部分 对那怎么看正妹这件事情呢 对我想像今年那个台北市长 也是一个例子 台北市长黄珊珊 就是辩论完之后 竟然一场辩论完之后 讨论黄珊珊的竟然是 不是他的政策 竟然是他的妆被画得很老 那先不说我知不支持他这个人 但是就会觉得 这个现象其实还是蛮摇头的 然后包含就是 其实在2018的时候 我自己去扫结 我们也在做一场社会实验 就是说我们就是妈妈背着小孩 然后我自己也常穿着拖鞋 我就出门了 那就是会有很多的选民 你就会觉得你这样一定就不专业 那像刚刚蒋总市长也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的优势 就是我们跟人的对话 就是如果你愿意跟我对话 你听到我的政策政见 我想应该现任的政党 我觉得应该很难提出 像小欧盟这么完整 对于育儿亲植系统 或者是我们真的就是 踩在多元性别支持上面 可以踩得这么稳 对所以怎么看这个正妹文化 我想都还是跟那个 金钱选举有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的政治 都还是流于一个广告行销 而不是政治真的可以回到政策的讨论 我们用政策来比拼 很多时候我们得要用广告来比拼的时候 就会流于正妹 或者是比如说像吴怡农 当然她的很好的实力 这个也是无可否认 但的确大家很多时候先注意到她 又是在讨论她的外貌 我觉得那个也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可以思考的 就是说就非常的容易 我们好像在讨论这个政治人物的时候 都是先讨论外表 对对 然后像是刚刚提到的田圣洁 即便她可能也有一些条理的对话方式 或者是她也有提出某一些政见 可是是大家在选后 才觉得说她说话还蛮有条理的 我们先不管她可能也用了她的外貌红利 在进行这场选举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 还是回归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政治的氛围 就是我们在看政治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政治人物所有的参选人 都有这个责任去翻转这样子的选举文化 对就是不应该再是用钱 然后或者是再用这些的外貌的手段 对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参选 可是如果说田圣洁她不是用这个外貌 或者她衣着去吸引注意的话 她可能大家根本不会注意到她 对对对 所以这也很吊诡 对就很吊诡 那也会回到我们在看对政治的想象这件事情 可能大部分我们出来参选的人 怎么一起翻转这个文化 来进行这样子的政策讨论 对 那另方怎么看呢 那就接那个敏荣的那个说法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蛮同意 我觉得很多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把这个媒体的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完全广告 其实是媒体的报道 因为媒体报道 这些媒体的记者或媒体的 以为他们的那个乐听人 或者就是收听的人或看是喜欢这样 所以他们就争相报道 就报道的每个媒体爆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 都是都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很大很大的力量来翻转 那也应该大家联合起来都在探讨这个问题这样子 好 可能不止媒体 有很多 包括我们选民也都值得检讨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公事好好说 大家好 我是女生 有人叫我 真妹 也叫我 辣妹 不过我最喜欢别人叫我 师傅 没错 我是汽车喷漆师 别看我是女生 我很努力 不断地练习 累积技术经验 用喷枪 彩绘我的人生梦想 性别不是阻力 尽情发挥潜力 耶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飞飞 以上广告由台湾高等法院提供 听众朋友 天气真真变冷咯 这个时钟有更适合 吃我们招呼啊 还是我们的麻油鸡 也因为我们这时的守护 有可能会有酒后驾车或造势的经营哦 建议你可以利用代课驾驶 还是说 喝酒之前 只听一位没喝酒的驾驶人 付着开车载你们回去哦 我是一人 欢迎继续收听 为你平安回家的高雄公布电台 FM94.3 AM1089 大家好 我是马届儿童医院彭存芝医师 为了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 请同学落实勤洗手 戴口罩 生病不到校 在校期间请定时清销环境与设备器材 使用空调需搭配对角开窗 确保通风 用餐前正确洗手 用餐期间不交谈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公式好好说 欢迎回到公式好好说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是有关于女性参政 在这次的政治 县市大选之后的提升 那我们刚刚前面呢 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 有包括说高一大学 高雄医学大学性别研究所的退休教授 陈丁芳教授 还有小明参政 欧巴尚联盟的党主席 江蜜荣召集人 还有我们线上的连线的是 妇女新知基金会的董事长 江振颖董事长 那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选举当中 虽然席次有大女性 席次有增加 但是选举文化还是一个 很这个炒作正妹啊 炒作这个外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在 可能在我们的 刚刚另一方有提到在媒体上 其实连你自己有提到 你们的激进党 你们激进党好像也发生说 有这个参选人 本身就把另外一个女性参选人的 这个泳装做的一个广告靴头 然后也引起一些 这个一些批评嘛 结果你们怎么样去处理这种现象呢 我先要说一下 在这个 过程中 先说一下 这个候选人 本身是一个就是有小孩的爸爸 但是呢 他们 这个我觉得是 是有一个世代 这个有一些人 他们认为说 我们做这个只是 怎么讲 就是没有特别 对他有什么伤害 因为那个照片 我有从他的网页 截取来的时候 我有问过他呀 他以为他用一个开玩笑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看到 这个荒谬 他以为这样是幽默的 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 很多人就批评他说 你这物化女性 你把女性的 泳装说要贴在测速器 他说我只是要开玩笑 换言之 也就是说 这一位候选人 我先讲 就是说 他对很多 那个 性别的敏感度不够 所以呢 才会自以为 幽默的去贴一个东西 那后来 当然我们党就立刻做了一个决策 说决定了 说你违反了我们激进主张的 性别平等的一个基本原则 那你违反了以后 我们不准你参加竞选 除非你接受性别平等的上课 学习 知道你错了 什么之类的 然后上完这个课之后才能够再重新选举 所以呢 我就变成了负责要去找一位老师 我特别找一位男老师 来给他上课 我觉得 而且那个男老师年纪也比较 就是他们这个三四十岁那种年轻人 那让他用一个男性的角度去跟他分析 因为有时候我们谈性别平等 那个男性就说都是你们女生在讲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有个男性的老师也跟他说 这样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没有想到 这个社会中间的男女的不平等 然后把女性的一个 就是同样的候选人的一个 泳装的照片贴上去 他就我们就安排了那个课上课 一上也上了从晚上八点也上到十点 上了两个多钟头 而且这个不光给他上 党部里面还在工作的那个党工 也都一起来上课 大家都一起讨论 还有这位候选人的助理 所以五六个人多坐在那个房间里面 好好的讨论了 那我觉得 我在想 这个现象可能他也本身不一定是 就是个别的候选人 你们当然你们这个紧急的介入 去教育是重要的 可是可能他也是认为说 他就是要放这样泳装的 才能够吸引大家注意 才能够增加新人的能见度 所以要根除这样的认知 但是也 我后来了解他 他认为他是在开一个玩笑 他倒没有特别想到 用这个方式来制造他的知名度 结果反而因为他 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 反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了 你懂我意思吗 反而因为大家的批评 对 大家的批评都针对他 然后让他终于理解 就说你如果要做一个市议员的候选人 你不能站在一个 你自己以为的幽默的东西 因为那不是幽默 那完全不是幽默 对 那如果说他 竟然还不是为了炒作知名度 就喜欢把一个女性的泳装 这样的放的话 那这根本是更有需要性别教育 是 是 那但是这个整个来说 这种炒作女体的这种文化 平常当然就已经 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了 但是在选举中又更加的被凸显 好像这样的文化 要怎么样的能够 从哪里开始消除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参选人本身没有办法避免 是因为他知道这样 他才能够选票 他才能够被看见 那但是我们如果要 希望不要在这种 一直复制这样文化 让这种外貌取代了 或者说支配了很多的 这个选举行为 投票行为的话 我们可以从哪里来 这种改变起的 这个线上我们的 那个江湛英老师 江湛英董事长 是不是也回应一下 叫我的名字就好了 对 我们的文化要怎么改变起 我觉得这真的是 一条很长的路 因为选举文化相当程度 是反映我们整个社会的 性别的这个文化的 这个面向 包括 或选用这种方式 包括部分的选民 可能爱看之类的 就是把女性 想象成这个样子 比较容易吸引她们 那我自己是看到的是 有一些是 就是不同层级的 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 其实女性的 其实她们是真的是 很认真在 做一个政治上的事业 然后做政治上的一个服务 那包括说特别是 传统的方式比较难 就是很难每一只手都握到 然后也很难去 去跟那个 因为有些选民不见得 会有立体性的生活中的所需 让你去服务 然后让她来看到你 所以像我自己去看 新竹县议员 有一些她其实是 在比较新的选区 像那个新竹科学园区那一区 那一区其实要 选民要看到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要看到选民 其实是有一点困难 那其实她们 擅长达的就是用 科技的方式去 用各种不同数位的方式 去接近选民 那那个及时的回应就要很强 然后也要跟选民 所以你可能要非常多人 是在帮你做 资讯的一个服务 那选民有任何的 那个证件上的疑问 你可能就是很及时的 必须在打选战期间 甚至你当选之后 就能够及时的用 线上的方式来回应 对我觉得那是 对政治人物来讲 那其实是更困难的一个工作 就是你几乎24小时 在uncode这样子 非常的恐怖 那这种方式 其实是有可能去改变 慢慢改变是 整个社会跟选举文化里面 把女性放成是一个正妹的 或者是一个比较只看外表的部分 就是在她的参政的过程当中 让她的那个专业性 逐渐逐渐的被翻转过来 被确认出来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不过选民的教育又是另外一回事 选民的性别观点是 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要选民要有一些时间 或者是要有一些 一起来提醒大家 关注放的重点错了这样子 我想选民其实也有很多种 也许也不是所有的选民 都喜欢看这种正妹 什么操作的新闻 或者是这个外貌 可是可能好像整个舆论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虽然怪媒体 但是就算是社群自己的自媒体 也都一直在操作这种现象 所以可能选民确实 我觉得那种不喜欢这种现象的选民 也应该要发生 那同时这个行动者 就是刚刚提到参选人 其实也可以从自己的实践当中 慢慢改变这种文化 那也许你还要炒作正妹 或者是这个肌肉男什么 这个你做这种选择的候选人 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可是也许并不鼓励 我想可能是如果要改变文化 要从候选人开始做起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身先世主 这点小欧盟这边应该特别有感触 因为你们其实就是特别希望能够营造不同的选举文化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这种外貌正妹炒作 这种会对你们造成威胁 这种过去的选举文化 造成威胁 我觉得当然是对我们选举是蛮不利的 但事实上小欧盟里面也是很多可爱的候选人 对那我想要讲的是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看外表 我想有一个是 他很容易轻松 然后大家就是从这一块去讨论一个政治的议题 然后看新闻我们常常就是新闻很多 然后我们要配着饭吃 对那我所以我刚前面说到的 我觉得因为你在做这个参选 公共参与的这些参选人 他是有一些公共话语权的权利 所以他真的还必须要包含了 他对这一块教育的承担 对就是选举文化的教育承担 就是不要再进去那种就是你明明知道 然后你还要用这种外表的红利来参选 或是你明明知道就是花大钱选举 然后还要用这种方式来参选 就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对那再加上现在有很多的自媒体 好刚刚燕文老师有提到 非常多自媒体 那要想自媒体很多影响的是谁 是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 对所以如果当我们这一代的 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小萌萌都是七年即生 那有的就是六年即生 对那如果我们这一代中生代的 这个出来参选的人 那没有去肩负这样的责任 那影响就是我们下一代年轻人 甚至我们的小孩 对像我们现在小孩看自媒体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看 就是非常多抖音 或者是很多就是这种外表 在强调外表的这些YouTuber 对所以我觉得对政治也是 就是政治它是更多去思考我们生活层面 跟我们结构有关系的 对那不是说都要非常的严肃 像小萌萌提出很多的生活的政见 对我们试着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 你是有别的方式去去谈政策的 不一定都是要让讲的让人家听不懂 那这个就是这些 这些参与就是政治的人 公共参与的人的承担 你要怎么去转移那个议题 给所有的民众 那你要怎么样担负其 就是这个就是公共参选的文化 对这就是我们的承担 那我们刚刚前面关于外贸 有一点想法关于这个说法 我认为可能经过这几 近来这几年 大概是三四年的 网红这种东西的文化 造成了一个结果 大家都很在乎外表 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文化 但我认为这问题是出在 好像一言堂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能够大家的想象 都被这样目前的东西被限制住 没有多元的可能性 当我每次说多元 其实是实际上没有多元 非常的非常的就是 一个单一的一种说法 叫做正妹或外表 或肌肉男或干什么 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求 做一些像是 除了我们都会讲说各种 但是我觉得媒体或者是 各种团体以及各种政党 都应该要签署一个 有点像是公约之类的 所以公约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我们民进党 我们要求我们每个地方的党员 以政见吸引人 而不是完全做那些 是不是能够做成一个这种公约 不要在选举的时候才去签 要在选举之前很政治 成为他们各个党内的一个原则 和教育原则 那党员 不是党员 选民我们很难去控制 但是包括媒体 自媒体也要有一个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这样子会允许 多元可能的不同的声音会出来 这是我对最近这几年 其实我知道你听起来会觉得 非常不可能的做法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打破 这个所谓的一言堂 这个一言堂是指外表 最值钱 其他东西都不值钱的 这个说法和这个价值观的话 我们真的没有出路 好 我们关于外表的讨论 就是先稍微告一段落 因为我们今天毕竟回到 这个女性参政的议题 我们还是可以去思考说 可能从妇女运动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女性的当选 但这时候也许也都在过去 我们会觉得先冲这个数字 那现在我们可能会进一步 会期待说 不是只有数字 我们会期待有更多的性别意识 那这个当然我们也不可能 也不会说也可能不适合 只有要求女性有性别意识 对不对 我们希望她有性别意识 我们也希望男性的参选人有性别意识 所以这是令方刚刚提到的 也许应该要有更多的政党内的教育 来教育男性跟女性的参选人 我的想法是不光光是教育 其实是要有一些公约 那种公约就是说 要求任何人的政策 譬如说我们可以打那种分数 你某某人政策 或者多少 给一个十分五分七分八分这种东西 看她内容有没有谈 那就逼着他们在政策中间要把性别平等东西放进去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要求每个政党 有人说我是无党 无党的 那不管有政党或无党者 他们做任何的那个 必须要有性别平等的概念 因为性别平等已经是我们的法源了 我们已经定了法令了 这个法令是非常高的层次的法律 它不是地方法令 所以如果有这个高的法令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价值观落实 成为我们在选举过程的一个东西 因为选举过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 我觉得如果没有把这个东西推出去 我觉得我们妇女团体应该来做这个 就是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战争 一定要把这个性别平等的价值观 带入任何的地方 而不是只是法令说 你犯规了我把你抓起来处罚 不是官方这样子 好那这个其实也可以请教一下 曾瑜你觉得从这个富裕的角度 我们提到说现在量变的部分已经告一段落 那未来进一步想要推动这样的一个质变 政治文化质变的时候 还可以做什么 像刚刚令方提到的政党的这样的一种公约 你觉得怎么样 我先谈一下那个量变的部分 那个量变部分 我觉得有一部分其实是还是有一点迷失 特别是台湾的这个选举的状况 因为台湾的国会议员的选举的比例 女性大概40%以上 所以然后我们的县市长又现在接近45% 就是让人家感觉好像选举做得很好 女性在政治场合的比例很高 可是像新知我们有把不同的层级的选举拿出来看 就是发现在地方议员的选举 跟乡镇世代的代表的这个部分 比例其实看起来 就是说现在乡镇世代这边百分之大概30几 然后地方议员是30几 这个部分 虽然看起来是30几 可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是 台湾有很清楚的女性参政力的成像差距非常的大 那这个是真的还是需要靠那个 父女的保障名呢 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那个地方 性别的比例原则来改善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我很快的简短的说 就是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选区里面 我们的那个 富保名呢 其实是跟着 就是跟选区的划分有关嘛 就是分之一这样子 那可是我们有一些选区是低于三席 低于四席的 那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在 县市的那个议员的某些单一的选区 比如说这些选区 英文的话分很可能 一个选区就是一个乡镇 那在台湾的选区里面 确实还有一些乡镇 像新竹 桃园 苗栗 包括我记得我也看过 嘉义跟台南 那些乡镇 就那个选区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女性的候选人去参选 那因为他低于四席 所以根本也不可能 没有人参选 所以不可能有 那个富保名额 也没有选出 女性的一个议员 那乡镇是 在乡镇世代这个部分 也是全国大概 应该还是有 大概有五个乡镇市代表会 是一个女性都没有 也就是说 他的选区太小 小到让那个 名额这个制度 没有办法发挥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 说这样子一个 整体的趋势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越高层级的代表 女性是多的 是够的 是比其他层级多很多 可是我们在越基层的选举 女性是缺席的 这反映出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的女性高度 精英 就是正式参与的女性 或积极参与社会的女性 其实集中在都会 或人口数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我要看整体 或长期来看 我觉得这是台湾 女性正式参与的一个 一个名思 就是这可能必须要 要有一个 还是要有一些NGO 或者是我们在讨论 这个议题的时候 还是必须要关注到 这个部分 就是成像差距非常的大 那有些选区是根本 从来没有女性 那更不用讨论 那个性别的一个议题 那这是量变的部分 那质变的部分的话 女性参政比例的提高 当然我觉得 那个意义还是很高 就是说 它就会转为是质变了 那当然就像刚刚前面所讲 就是说 不一定有女性在那个现场 就一定会比较性别平等 但基本上 大部分的国际上的经验 或者国际上的研究 就是还是去确认说 女性的在场确实 还是会比较关心一些属于女性的一个议题 那当然这些议题 我觉得是要光起来 就是它不是女性的议题 它其实是大家的议题 比如说像照顾的 照顾政策的 或教育政策的 这些其实是大家一起的 并不是说它就归于女性 这样子 那女性的一个比例提高 它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 就是它改变了我们的政治 这个场域里面的文化 互动的文化或者是那个友善的氛围会更多 那这包括说 我们有蛮多那个男性的政治人物都喜欢 对比较是用那个早期 比较会常在九色文化里面一起讨论议案 那这个就会改变 所以这其实在量化变成质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这个政治场域跟政治参与 其实它就产生了文化 政治场域的文化上的一个改变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质变 那当然就是那个所谓的性别的议题 或女性的议题 其实是全面的非常广的 不是只有数量的部分 还有包括我刚刚所提的 它其实跟很多政策息息相关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辨识出 那些政策里面的性别的视角 比如说照顾的 长照的或幼途的 或教育的这些面向等等 那这些都可以把它捞出来 去增加全面的一个 性别议题的一个敏感度跟敏锐度这样子 好你刚刚提到的这些重要的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 可以看见重要的议题 在过去可能就是说比较被忽略 那现在其实我觉得也是确实 随着女性参政者 还有妇女运动的共同努力 越来越多这个执政者 也对这些比较是照顾相关的议题 也越来越重视 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欧巴桑联盟 这个小欧盟其实 我觉得他们就一直都在主打这些议题 就是过去比较被忽略的议题 但是我不知道像其实我们刚好 节目的尾声也可以拉到说 像这样的一个很标志这个女性关怀 然后女性参选的这样一个政党 你们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其实相对却没有人当选 那我不知道说在未来的策略上 会怎么样能够持续在女性参政这一块 你觉得可以怎么样的继续努力 欧巴桑联盟其实因为我们就是非常的刻意 不挂大型的看板 我们说的不是说不挂任何一面 我们是即便在今年像选举这么 打选战紧凑的过程当中 还是递出了就是台湾保证金过高的大法官实现 然后我们也蛮突破性的 我们递到了那个监察院 对监察这个案子 主要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我觉得政治广告化这件事情 它都还是跟我们台湾的 其实没有去管制那个参选金额过高 有关系 所以就会变的是有钱人 他就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大肆的 对然后甚至家族政治 可以就是这样子的一直复制下去 那其实它就阻挡了蛮多 我觉得比如说像是我自己 我是单亲的妈妈 对那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能力 那其实就会蛮阻挡了 就是我在整个就是我要做公共政治参与的曝光 所以我们会什么样的策略 我觉得因为小欧盟是今年进入了第三年 对那一直想要打破大家 就是妈妈在讨论的这件事情 刚刚真盈董事长也有提到 就是说这些妇幼的议题 它不是只有女性的事 对我们从女性的视角 我们因为现在台湾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还是主要照顾者 好我们看到了这些议题 可是这些议题都不是只有就是跟女性有关系 而是跟大家有关系 对小孩的环境 就是以小孩为视角的环境 如果是公共的空间就是做得好 那表示他对待其他的弱势的族群 好比如说眼睛或者是有残疾的人士 也相对一定是友善的 对那再来是小孩 他是未来的大人 我们这个社会的大人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照顾政策 育儿政策做得好 那相对的我们就可以守护 我们未来长大的这些大人的整个公共环境 对 好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有限 所以我们虽然很快的这个提到数字的这个进展 但是刚刚这个江振英董事长也提到 其实在比较基层的这个选举中还是有很多这个努力的空间 那我们也提到说 其实更重要的可能是选举文化 还有未来更多这个女性关怀的政策 可以获得实现 那也许我们这个女性的政党也要继续的努力 那当然这个其他政党 我们也希望他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政见的关怀 那今天就很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公事好好说 也谢谢我们三位来宾 那欢迎大家下星期一也继续收听公事好好说 我们再见 好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公事好好说 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每周一下午5点30分进行到6点30分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